面板厂华印周一宣布将展开人力调整计划 预计裁员2500人 占本级劳工比例将近70%之多 人资部门也对内发出公告 预计解雇时间为5月10日 这是台湾面板产业最严重的一次大裁员 华印在去年12月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重整 依据重整计划 将处分4.5代厂还债 保留6代现场接单 周一向桃园市劳动局提出大量解雇劳工计划书 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程序办理 全力协助员工媒合新工作 预估影响生产线的员工 及幕僚员工人数约2500人 据了解华印爆发财务危机后 客户已经陆续将订单转移到其他面板厂 让华印的营运雪上加霜 不管是在智慧车载 以及所谓的车联网的部分 都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重心 加上主导业务部门的副总 钟兆琦将离职 对公司影响非常大 内有财务危机 高阶主管求去 外有产业景气严峻 分析师都不看好 华印在面板业存活的机会